今天為什麼要來做這一集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 真的是把那種就是 原本的大默契然後弄得 我只能說講直接你就超級XX的這些人 所以我剛來的時候就看到兩台 呈現是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這台被拔出來 因為我已經借了 然後我本來騎出去想一想 算了我要做這一集 我要奉勸各位啊 就是如果假如遇到這種的 然後你會覺得說 奇怪到底這塊在哪裡 然後像我剛剛就想說 這兩台看起來都沒事 然後捏一下風 也都沒有問題 也都沒有問題 然後最重要就是 它那個伸縮 也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煞車剛騎過了 也沒有問題 那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明明沒有問題的車 然後他們還要就是弄成有問題 有時候真的很想來追追看 這種人是什麼人 好現在目前啊 就是騎大概一公里多的時候 先大家看一下 就是變速 你看 沒問題 變速 現在最輕的 而且蠻好騎的啊 你看都沒問題 要變回來 變回來 沒問題啊 對啊 那為什麼 他把反折 還有就是踏板沒問題 坐墊沒問題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煞車 沒問題啊 你看 煞車 煞車 好現在就看左邊的煞車 你看 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完全沒問題啊 大家這種反折是個好意 然後提醒大家不要近 那有些人 蛤 你們這些人真的是 怎樣 就是覺得 U-bike很少 然後把反折的U-bike 就當做你自己的是不是 大家就是 需要他嘛 大家公平嘛 可是就是有些人就是這樣子 你看這一台騎到這裡 沒有事啊 沒有事 完全沒有事 那如果今天一個很趕的人 然後需要用到車 然後被你這種反折騙了 怎麼辦 好最後啊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趕時間看到這種反折的 去確認一下他的那個輪他的氣 然後還有煞車 還有就是他的坐墊 我覺得基本上這三個沒問題的話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問題 好 那這一集就告訴大家 不要再被反折的坐墊給騙了 不是說全部啦 就是說你知道 就是有一些少部分的 害群之馬 把這個影片就分享給你 那些會騎腳踏車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 有時候反折的坐墊 他不一定是壞的 好 影片的最後啊 就讓大家看一下 環車有沒有問題 覺得基本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看一下 真的蠻準的啊 看沒問題 環車成功看到沒 沒問題啊 是不是 是不是沒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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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